晚间的最新消息 这是日本的防卫省公布了轨迹图 在4号下午 也是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左右 在一个小时内 大陆发射了9枚的常规导弹 其中有5枚是掉落到了 日本专属的经济水域 而根据防卫省的示意图显示 其中有4枚的常规导弹的轨迹 被判断是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这4枚都是从福建沿岸发射 以500到550公里的速度飞行 这是来自日本防卫省的最新消息